聪明人 聪明人 总是有失误的时候 但是这不重要 我已经练好了 然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说的那个 绕口令 好了 我要开始说了 你们作文了吗 好吧 我开始说了 红凤凰 粉凤凰 红粉凤凰 花凤凰 我成功了 今天我要搭一个皮卡丘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回去之后 送给CK 你们说送就送 说不送就不送 说不送我就放在房间里 或者去给六七的小妹妹 哈哈 六七真的有比我小的 所以说叫他们小妹妹也没有关系 哎呀我的妈呀我感觉很考验我的智商 这个 我不会 我之前 因为怕时间来不及 就在那个 在那个后面休息室的地方 搭了一点 但是就是搭了第一步嘛 我发现第二步开始就是想到这边来搭 好像有点不会了 看不懂 不知道他是怎么 哦 我懂了我懂了 可以搭了 智商高超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的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 我的 我的 哎呦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叫什么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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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组装 对 我的组装 接下来就是给你们展示那个聪慧材质的时间到了 就是这样 刚刚你们看婷婷前辈的直播了吧 好像好像是 把这边弄了 就是用曼陀司是吗 用曼陀司放到可乐里 之前和我们说了 现在桌上都是可乐 很惨 但还好啦 也没有特别多 我刚刚在那个休息室大的时候 不小心洒出来了一点 嗯 我现在跟你们讲 讲一段上海话 看看你们可不可以猜出来 我在说什么 嗯 老子第一个小朋友叫飞鸡女 一起郁郁哭毛病 结果早好哭了耳哭 人妈一旁的也在小八头 再也在小容 结果 飞鸡女的牙足了好吗 你们可以猜出是在说什么吗 就上海人应该可以听懂 说的有点快 一会儿过三分钟给你们揭晓答案 是在说什么 我的聪明智慧已经快要爆发了 我的天啊 真的 完蛋 看不懂了 死定了 这是怎么搞的 嗯 他怎么有多出来的一块 怎么搭上去的 我不敢相信 真的没有在骗我吗 我的妈呀 这个 算了 我看看啊 嗯 他们可不可以 就是今天是那个 双人 哦 单人的 就是不可以两个人一起在房间嘛 然后 接着我就觉得一个人会很尴尬 悲惨 想要两个人 在房间里 就是可以和 啊 发生了什么 这个拼不好 怎么搞的 今天有一点点紧张 嗯 对了 我和你们说 我最近笑点特别低 那天 我和瑜伽姨 我和 瑜伽姨 就是我们不是去那个年会嘛 就是公司的年会 然后 我先是说 我肯定可以中奖 就是说大奖肯定是我的 结果没有中到 不过没关系 我拿了个这家新人奖 很开心 还有奖金 但是那个奖金 就是暂时拿不到 很抠欸 就给我一张纸 上面写了一千 啊 死定了 掉到地上了 找不到了 可以找到吗 找不到了 应该没关系吧 他应该会有备用的吧 我猜 什么都没有 发生 我猜我可以搭好他 就是如果搭好的话 要不要送给CK 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看到TP前辈在我前面走 他在 他在巡视我们 很可爱 不能让蒋树婷知道 不然他要爆炸了 扣上了 好了 我的聪明才是 就要展现了 具体怎么展现 因为这边有一个空的 然后就没有办法搭上那个 完蛋 懂了懂了 可以可以 完美 哎呦